我这个地方应该在MID里面做才对 MID里面做 MID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第几个字 我们先来看MID 再来看刚刚那个范例 MID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从开始的地方 提取四个 也就是从头 其实就LAPS 4的意思 我在这个地方MID的话 我就直接在全部里面找一个MID MI MID 特别注意MID跟LAPS跟RIS很像 只是说它可以取中间的 中间的 会多一个参数 所以第一个也是一个字串 SALAMB就是从第几个字 从第一个字取几个字 取四个字 看一下 1的话是从头 10551 答案对不对 对的话你就按确定 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预览功能 这个预览功能非常的重要 你也不要急着按确定 我看很多同学都很急着想要按确定 看一下看清楚再按确定 OK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按确定没有问题 不过这一题 不过这一题 老师为什么变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是里面的格式 这个地方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有个格式 出了个格式 那有可能就加了如果 奇怪你做完之后 它却出现的是文字 而不是数字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预设是什么呢 预设是文字 那请你把它改为通用格式 OK 把它改回按确定 改回按确定之后呢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没有跟动 其实他一定要在怎么样 进到里面再打勾一下 他才会正常 因为你如果没有更新一下 他还是维持旧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往下填满好了 那再来的话 我要从第八个字元取五个 第八个应该是3S开头 然后取五个就杀你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直接进到这边来 把第一个改为 把第八个字取几个字呢 取五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 输入5 按打勾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杀你 然后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三个字 3取两个字 OK 按打勾就可以了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函数呢 在VBA里面也有用到 也就是说 在VBA里面 也有个函数 叫做MID 那只是说呢 VBA它可以一次处理很多行 一下子可以把你的工作表里面 你需要处理的 一下就全部处理完 B了 那函数只能处理一个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大的差异点 好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也思考一下 如何可以利用 如何可以利用MID函数 取得第二个字 并且判断出性别 也就是你这个地方 判断完毕之后的话 往下填满 一次可以完成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么 谢谢大家